江西九江因为小伙子因为买不到冰敦敦就自己做一个 下雪后化身雕塑家堆出了雪人冰敦敦 花了近两个小时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萌特别可爱呀 我的家乡现在还很大的雪 我又是学美术的 所以堆这个冰敦敦来祝贺冬奥会在我们北京举行 吴勇说他一直在关注冬奥会 看到家乡下雪后便萌生了堆冰敦敦的想法 堆出来后样子憨态可居 村民们纷纷前来拍照打卡 共同祝福冬奥